刚刚呢我们学习了Pandas的Series这种类型 这样一种带标签的一位数组 那么在这个本地呢 我们有这样一条数据 我们需要使用Pandas来读一下 刚才读出来之后 会不会是我们刚刚所学习的这样一个Series类型呢 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这个样子的 我们有一组关于狗的名字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每个狗的名字不用了多少次 别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得到这样一个数据 数据呢 左边这一页呢 就是狗的名字 右边这一页呢 是关于它统计的这样一个次数 就这个样子的 能看明白吧 这全部都是名字 比如说Sandy啊 然后他用了一共13次 Mondia用了4次 Fred用了19次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方法 去读取外部数据 使用Pandas 那么Pandas读取外部数据 是相比我们这些当派来说 要容易太多 如果说是出于在CSV里面 那么就有一个方法 叫PD.V的CSV 我们可以来新建一个Po文件来看一下 在这个当前目标下来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Doglane 这样一个 CSV文件 那么ImportPandas 而是PD 对不对 那PD是RAIDCSV 就是当前目标下的 Dognames2.csv 那么我们把它命名为GF 让我们print一下这个DF 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多个都成了一个N 大家看一下 这些数据是不是都在这儿了 中间大家看一下 打的虚线 什么意思 中间是流的 对不对 它一共有16219条 对吧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来是一样 但大家这个时候 可能看出来 当前这个DF 好像并不是一个40C内心 因为Series它只有一列 只有两个页 但是这里有三页 对不对 这一页 卡古以后 肯定是索引了 对不对 但是中间这一页 后面这一页 它有两页了 和之前Series不太一样 对吧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来讲 这刚刚我们讲的是 RAIDCSV这个方法 它能够帮助我们读取 Pandas 读取CSV中的文件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PD 它有很多方法 能够看一下 RAID的Clipboard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从剪贴板里面 来读取文件 剪贴板是哪儿啊 就刚刚我们如果说 在这里复制了一下 那我们的剪贴板 就复制这块内容 它能够帮助我们 从中读内容 你解吗 这就是Clipboard Excel 这个Fisher不知道是干啥的 FWFGBQHDF 这都是三种类型 数据与数据格式 但长期的并不多 GTML JSON也是可以的 还有MSG PAC 什么这个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昨天是不是讲过呀 PICAR 训练化之后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训练化之后的一个 训练化工具 对不对 它可以从这种PICAR文件里面 来读内容出来 也是可以的 SS SQL Circle 看见没 Circle Query Circle Table 都是可以读的 好像没有看到MangoDB 对不对 那么下面就有这样的问题 刚刚我们读了CSV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读 MySQL 读MangoDB 怎么读呢 那么读MySQL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它一个readSugar这个方法 刚刚没看到了 我们把Sugar Sentence 就是Sugar的语句 和链接传过来 然后就能把读题读出来了 能理解吗 Clickson 就是我们和数据过去的链接 接链接之后 把链接放到这里 然后呢 Sugar的语句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这个应用呢 我们就不再应用了 大家可以 到时候真的要从Sugar里面 读的时候呢 直接可以去摆读一下 好像很多别人写的代码 都是一样 这种超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有关于MangoDB MangoDB MangoDB要怎么读呢 我们刚刚也没有看到 什么readMangoDB这个方法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新建一个PY5键 假设我们就来读一下MangoDB 808-2 大家这么会摆读 为什么有的问题不会摆读呢 就刚刚上午复习的那些问题 都可以摆读到呀 从PYMango import的Mango 对不对 像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好像没有PYMango 对不对 PYMango好像没有删掉了 我们装一下 2DS 空档 Install PYMango 我们先写 装好了就可以用了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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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 对吧 然后呢 importPandas zpd 那么我们知道 PYMango里面的数据 读出来都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不是一个crosword 对象呀 还掐用一下吗 Mango Client 然后呢 Client 等于Client Client 然后选中 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叫做 豆瓣 TVE 还记得吧 还记得这种数据吧 然后呢 我们Data 就等于Client 点Find 我们使用List 再来做一下 成为类型转换 是不是现在那个列表了呀 那么PT 点DataFrame 我们直接传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DataFrame没有学过 那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ata 我们先来Print一下Data 看一下Data是什么样子的 装好没 装好没 PMango装好了 在这个地方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默认情况下它的HOST和PORT是什么呀 就是Local HOST和270176D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如果不给它传 HOST和PORT的时候呢 它就专门去从本地文件里面读了 能理解吗 所以默认情况下 如果我们不想传的话 是可以不传的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不传的 所以我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跑在程序片下结果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的呀 这数据都是有的 之前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T1等于Data1 Data0 我们取下第一条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给之前我们学的Series呀 PD.Series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然后T1 然后这是T1 重新负下值 然后Print在T1 看一下T1是什么样子的 来看一下 这左边这一堆是这个T这个字典的所谓的键 对不对 右边这一堆是它对应的值 对吧 那么到处Series里面 就变成了这样是一个index所影的 对不对 然后右边是变成了真正的values 对不对 这index values 然后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T1.values 取到了肯定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结果 对不对 T1.values还有一点吗 那么T1.index相当于取的是自己的所有键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不止一条数据 我们没办法把它放到一个Series里面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条数据 刚刚我们Data里面有全部的很多条数据 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种新的数据内型 这种数据内型叫做DataFrame 那么学习完DataFrame之后呢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通过刚刚所学的这样一个 先连接到MongoDB 然后呢 从MongoDB里面取出去 取出去之后呢 把它放到Planet里面去使用 到底该怎么做这个事情 那么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操作的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PYMongo 我们PYMongo 提供了MongoClient这样的类 然后呢 它一个find的方法得到的呢 就是一个Crusor这种游标对象 游标对象 每一个元素呢 都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的 我们刚好可以放到Series里面去用 对不对 那么对应的肯定也有另外一种类型 能够接收这样一整个列表的这样种Data 把它转化成对应的一个数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这种数据内型 就是关于DataFrame这一块 所以说通过刚刚的了解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Pandas读取外部数据 其实很多很多都可以读 它读SeriesV读SOCO 读PANCODB 常见的数据课 我们都是可以读的 如果它提供的没有对应的方法 假设Pandas 它并没有提供一个 VEDSOCO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还要读SOCO里面内容 该怎么读呀 先从SOCO里面 把数据读出来就完事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我们的Pandas里面去处理 也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Pandas这块内容